哇 這兩隻小奶貓真的超可愛的耶 你能想像一個禮拜前 牠才在市場口流浪嗎 被有愛心的民眾送到了 愛貓媽媽Marine這邊 那牠非常厲害喔 已經中途算了快要400隻的貓咪 沒錯 好滿足喔 牠們通常用奶瓶 可是牠們太小了 所以用珍貴 對 牠們現在很餓應該很好吃 那現在是要幫牠們釀釀 就是用衛生紙 或是吃紙巾都可以 就輕輕的放在牠們鼻鼻這邊 就是輕輕的脆肉就可以了 喔 真的耶 牠就釀出來了 釀出來了 就是模仿母媽幫牠們釀釀 然後牠們可能兩三天會釀釀一次 對 自己一個人的話其實很快 我可以五分鐘到十分鐘就好了 喔 這麼快喔 就速戰速決 然後等一下就睡著了 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左右會斷奶 然後那個時候開始吃肉泥 那打完第一季預防針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就可以送牠們到新家 那通常在這之前 我就會開始幫牠們拍照 就是拍牠們的沙龍照 送羊照 就是寫一些文案 然後PO上去 就已經有很多人來問了 每天有看過你的照片 真的都看完就蠻像你一樣的 真的齁 好可愛喔 大部分都是用iPhone拍的 那妳是怎麼樣想到說 就是 欸 其實可以就是拍美照啊 比較吸引大家可能更想要去領養貓咪的遺忘呢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 獸龍所的貓咪 本質也都是很可愛的 但是因為牠們缺少一個包裝 所以牠們可能在那邊一輩子都沒有被領養 就是少了被宣傳的這個管道 那如果我可以給牠們一個故事 那其實這樣子對牠們 大家會對牠們更感興趣 對對對 我喜歡看牠們的養貓咪 看牠們的養貓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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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養貓咪 看牠們的養貓咪 今年第十年 應該是三百八十隻到三百八十五隻 大部分人在外面 撿到一歪裡 有到媽 或是愛媽愛爸 就是救援了 那我這邊會是第二站 照顧上當然是要花很多時間 那如果遇到生病的貓咪的話 其實金錢跟心理壓力都蠻大的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比較沒有收支平衡的概念吧 反正就是貌生命就送去醫院 欠了醫藥費也是十多萬 遇到一個很好很好的愛媽 然後當時她陪我去醫院 她有看到我帳目 她說啊妹妹啊 就是妳還欠十幾萬喔 我說對啊 那可能還有一陣子才會還光 她就沒有講什麼 然後大概過了一個月 我發現她幫我處理掉那筆帳目了 然後就覺得我超級感動 後來還有見面 然後我當然是很感謝她很感謝她 但是後來我嘗試在Facebook繼續找她 但我就找不到她了 但這件事情在我心裡面 其實我一直記到現在就是 這阿姨當時幫了一個大學生 這麼大的一個忙 那現在我送養會收送養費用 就是她們到我這邊的醫療花費跟生活開銷 大部分都是十字十付 那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會很 願意去支付她們要認養的貓咪的費用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人的部分吧 大家在填寫認養字界表的時候會 有些人會有不同的意見就是 而且她們會說 那你不就送養個貓而已 我居然要填寫這麼多問題花這麼多時間 那我剛好不去買就好 很多人會這樣講 就是比較惡意的說法就是說 你給我這麼多問題 然後花我這麼多時間 我幹嘛跟你領養 你這樣是 就是把那個認養的善意顛倒了吧 你這樣子會讓人家更不想領養吧 就是會很多這種攻擊出來 你的問題大概有幾項 大概有加起來可能差不多一百題吧 基本的就是可能用什麼 牌子的貓砂飼料 你會餵濕食還是乾食 然後一天餵幾次 然後到就是你的個人基本資料啦 所以你其實很盡心建議就是 確保每一隻貓咪送養到他家是安全嗎 這樣我會比較安心 送養一隻貓一定是希望 他得到比他流浪的時候更好的生活啊 那第二個就是 有時候你也會遇到一些 不認同不理解你的人啊 有人會說 你在外面餵流浪貓 就是讓牠們一直生 然後破壞環境 會 牠們就會覺得你是 造成這個環境髒亂的人 或是貓會叫嘛 可是其實沒有 我們都有幫幫咪結紮 最近牠們都只是看到表面的一面 然後牠們只有做自己的評論 對啊對啊 大家的想法意見都不同啦 也不怪牠們 但是有時候就會因為這種事情 有一點難過 有一部分的人 在這麼努力的 去做這些事情 讓這些生命 就是繼續活下去 可是一部分的人卻 在做相反的事情啊 像有些愛馬牠們在餵貓 然後放飼料 放罐頭 但有些人卻是 他們會在飼料裡面放老鼠藥 對 就是想要害死那些貓咪跟狗狗 對啊 其實看了就會很心痛 對 外面的流浪貓 其實平均壽命非常短 有可能被車撞死 然後有可能生病死掉 也有可能外面打架 打一打就死了 如果把牠找到一個好的家庭 他們其實 甚至會被當寶貝小孩子 在疼愛 然後過著那種皇帝般的生活 我就是幫牠一個生命找到了 在這一世很好的出路吧 所以我自己也會覺得很滿足啊 好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你當初一起做的夥伴 講的 第一個就是 好奇啊 就是想謝謝牠 以前 怎麼不辭辛勞的 幫助我這麼多 那你跟Marine 你一起做這個 很複雜大概幾年的事情 兩年到兩年半左右 剛開始其實我認識牠的時候 牠做得更久 還有一個學妹叫做黃友榮 因為我們之前我們同一大學嘛 然後我就知道牠有在做 這個貓咪的送養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去牠家看一下 一到牠家的時候 牠家那個 十幾隻小貓這樣跑出來 太可愛了 貓咪也算是我跟牠的緣分 就讓我們兩個更熟悉 然後就從認識開始 牠就一直幫我照顧 貓一直照顧一直照顧 牠一直認識Marine之後 也會問牠說 欸貓咪會不會 送不出去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很多人會問的問題 丟到Facebook上面 或丟到 那個什麼 其他的社團裡面的話 沒有送不出去的 大家都很踴躍 大家都很踴躍 在 可能 在長得戴怪的貓 對 有些人可能覺得牠怪的可愛 對 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叫友榮 對 友榮是我的學妹 她是很勤勞的一個女生 每天 就是很早起 然後都在打掃 在幫忙挖貓煞 然後清潔 然後把貓咪照顧得很好 然後她現在也在 也繼續在照顧了貓 然後她還有在中途流浪狗 所以 也想謝謝她 就是以前 幫了我很多的忙 那如果貓咪聽得懂人話的話 你有沒有想發想對她們去嗎 我一直覺得貓咪是外星人 好像是 覺得好酷喔 我覺得 加油 佔領地球吧 ヽ ノ